人在这一生中会有很多的选择 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梦想奋斗 有的人就会把自己的整个青春献给了伟大的祖国 他们就是我们最敬佩的军人 推伍以后他们仍然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铁蛋的生活很是瓶颈 他和小美过上了农村甜美的生活 偶尔回来城里卖自己家的蔬菜 这天正好被路过的小帅看到 他赶忙往回跑去 这时董事长正在认真地工作着 旁边还坐着两个兄弟正在等待着 米叔忽然地闯入 还被董事长职责了两次 哥 你总不能归夜 门都不小 没看见我赵阳来这儿的吗 哥 着急的米叔没不上太多 就凑到了他耳边说了起来 听到这个消息 董事长激动地站了起来 立马让秘书照顾好自己的兄弟 自己拿上车钥匙就赶了出去 此时铁蛋还在叫唤着卖菜 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汗流加杯 小美对着铁蛋说自己饿了 铁蛋就从斗里掏出了一个馒头 递了过去 可见他们虽然生活辛苦 却从来没有影响他们的单情 这还有呢 你吃吧 我不饿你吃吧 这时班长开车来到此地 放下玻璃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这时回忆涌上心头 在部队的生活一幕幕涌现 原来董事长退伍前是他们的班长 他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来到铁蛋的菜摊前 这下就询问他的条 铁蛋一扭头原来是自己的班长 班长 班长 班长问他为什么之前都联系不到他 你们过得不好 为什么不告诉我 班长 我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这样的日子 菜不卖了 我去公司 哥儿应该等你呢 过得不好 为什么也不联系大家一下 现在就和他走 兄弟几个都想见见他 铁蛋坚持说自己卖完菜就去 班长见状只能告诉他晚上必须来 刚要走的班长转过身 走 无论生活多么困难 你都要好好活着 这是命令 我很认同班长讲的 你们认同吗 评论区告诉我 一个标准的军理就见证了他们可贵的友谊 班长走后铁蛋拖着自己残肥了的一条腿努力叫卖 在他这里这就是生活 此时一辆车机吃二锅正好压到了铁蛋卖在商店 铁蛋赶忙叫唤住车辆 车里的两人不明 所以觉得铁蛋在背后满人 派人们向后看了看 我让他们再骂 我上去 他们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过去 一看这姿势就不像什么好人 铁蛋告诉他们车开得太快 把自己的菜压了 派人每开始不讲理 你干啥说啥 我说开车也太快了 看把我菜压的 压也就压了 你能把我咋大 你那么点破菜 能值几个钱吗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哥们 我这菜是不值几个钱 但是这菜呢 是我们两口的心肝苦痛的 别跟这儿跟我俩磨叠 你啊 你要给我当作长生气了 菜菜要给你抢了 你们把我菜压了 不赔我钱就算了 还要找我菜菜 你这小子 这么饿也没完啦 这时候他们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自己的快乐就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话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 留下你的意见 这满地的狼藉让铁弹很失气氛 潘仁美还火上焦油脚牙子 踩到铁弹受伤侮辱人 那猙獰的表情让铁弹忍不了 他可是个练家子 一个回手掏把潘仁美甩到了一边 你还是不是有点贴一块身子 你这也有两下子啊 今天就去用你了 你那怎么了 一看铁弹有两下子 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围攻铁弹 他们这是不讲武德呀 他以为眼前是个青铜 实际上是个最强王者 升级的铁弹拿出手机 打给了班长 班长 我这有点事 什么 过来 好 我马上过去 小胖此时还觉得 一个农民整不出什么事情 胖出豪言来一个揍一个 却不知道他现在说的 有多豪气等会的结局 就会越惨 接到电话的班长 停下手里的事 并打电话给兄弟 没有啊 王姐 过来出事了 我给你发位置 马上过来 马上过 告知兄弟出事 他们就麻不停蹄地往过干 不一回就来到了 铁弹卖菜的地方 老班长一来霸气侧漏 我这俩人呐 有了壳里的 并安慰了一下铁弹 并告知你们今天受到的 委屈交给我 盘人没见着阵长连连求饶 对啊 对不来的 哥 对啊 对我错了 哥 我再也不敢了 哎呀 哥 哥 哥 快 我错了 哥 我错了 哥 我错了 我也费了 哥 哥 哎呀 不要惹 心软的铁弹 还是为他们求情 他不想因为自己鸡毛蒜皮的事 给班长惹麻 狗烈 因为你的善良 才有再帮人放肆的资本 不能放过他们 奈何铁弹的软磨硬炮 最终班长也只好和吧 让兄弟们把他放下来 来 看看他的腰腿 现在都回不了弯 因为你们打了钢盘 他的腰腿 是08年 抗战就在 折的 知道吗 你 这个菜摊 是谁打的 是你呀 还是你 今天这些菜 给我吃了 给我收拾干净 我就原谅你 吃 吃 吃 班长 辛苦了 高烈 记住 我们是战友 有不松小 有难 通道 班长这一做法真是棒 让我们在评论区打出666 此时的潘仁伟在没有刚才的气焰 人善人而天不怕 人善人欺天不欺 做人流一线 善不再来水再转 希望您长按三秒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集见